都说因果通三世,这是我们每个佛弟子都明白的道理。 欲知前世因,今生受者世。 欲知后世果,今生做者世。 世间一切都逃不出因果二字。 之所以有人不相信因果,只是因为自己没有亲眼看到而已。 这里有两层意思,第一,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,并不能看到本质。 第二,我们看到的是现实,并看不到过去和未来。 接下来分别来探讨一下,一,看不现本质。 一个人的所作所为,确切地说,应该只有天知、地知、自己知。 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一个人,可能都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。 地藏经中说道,言福提众生,举心动念,无不是业,无不是罪。 严格地说来,我们的每个念头都在不停地造业中。 由于这些念头带动了我们的行为,使我们说出了不一样的话。 身口一三叶就这样形成了。 因此,作为旁人来说,我们只能看到他做的事,听见他说的话,却不能明白他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。 虽然可以猜测出来,但是那毕竟只是猜测,而不能代表他内心真实的想法。 有些像术高明之人,或者对语言行为学研究很深入的人,可以透过面向、外在的表现等,对人的心里猜测得更准确,但也只限于此,还是不能替代本人。 大家看过于静义公欲造神迹的都知道,从外在看来,于静义确实做得很好,自己很努力,同时也教书欲人,传播善知识,劝人积德行善,没有任何问题。 这样一个大善人,怎么还会穷困潦倒,并连续遭遇家庭的不幸呢? 其实根源在于他的义恶,虽然他言善,行善,但是心不善,满脑子都是肮脏的思想,说的,做的都是表面,并没有紧力去做。 如此造恶不断,终于招致了无量的灾祸。 二,看不到过去和未来。 这点毋庸置疑,因为我们没有神通,不能知晓自己和他人的过去和未来。 所以只能就是论事,只能拿今生的所作所为与结果相比较,发现有的符合因果,有的不符合因果,如此模棱两可,完全不明真相,最终将他们统一套上一个巧合作罢。 诸如,好人也会出车祸,也会得癌症,也会贫穷困苦,恶人也会健康,甚至长寿,大富大贵等等,让很多人对于因果规律产生了动摇。 而如果放在三世而论,答案便彻底明了了。 好人之所以遭恶报,是因为自己上辈子做的恶,今生受报罢了,一旦夜报受尽,便可苦尽甘来,福报无穷。 恶人之所以遭好报,是因为自己上辈子行善积德,今生还有福报可以享用,一旦福报享尽,必然自是恶果。 综上所述,只有真正通过修习禅定,并达到一定层次的人才能明了因果,看见因果,并证明他们的真实存在。 而且,这还不是一定的,并非每个修行者都能获得宿命通,他心通,天眼通,天耳通等神通。 祖师大德并不提倡我们抱着修神通的目的,来学习佛法,这样修行很容易着魔。 其实,知不知道,看不看见,真的有这么重要吗? 我们只需放平心态,接受一切,遇到逆境,不抱怨不放弃,去承受它,承受过后必然业障消除,厚福无穷,遇到顺境,也别狂傲,时刻懂得惜福赔福,才能让福报与日俱增。 尤其提醒,对生活,事业,情感等不满的人,请相信这句话,从现在起,做到心善,言善,行善,不出半年,必会有改观,不出三年,必定改变命运。 最初进入佛门的时候,就听到有师父开示,信佛不如学佛,学佛不如成佛。 开始不太明白,后来才知道,信佛只是一个初始阶段,是我们在了解佛法之后,相信佛所说的正法,愿意皈依真理,这只是停留在信的阶段。 在相信之后,要依照佛的教研,认真修学,增进法身会命。 当然,最圆满的结果,就是最终能成佛,脱离轮回。 其实就是教人闻思修,以此培植福报,改变人的命运。 但现实生活中,很多人信佛都比较急功近利,并非为了开智慧,而与佛结缘。 大多数为了求,希望从佛菩萨那里,满足自身的私欲。 这种索取的功利的心态,是不可取的。 佛菩萨再慈悲,再有神通,也不可能改变人的因果。 如果把佛菩萨视为交易的对象,那就走错路了。 佛教不是避风港,也不是逃避因果的避难之地。 不走正道,不存良善,任凭你磕破头,喊破喉咙也枉然。 人要想通过学佛,改变命运,最根本的是要改变我们的心,我们的德性, 而不是愚昧地苦苦求佛。 你自己不改变,谁也拯救不了你。 万法皆空,因果不空。 佛法是因果,唯有改变因,才能转变果。 天上不会掉馅饼,因果从来不会有偏失。 一个人可以不信佛,但要有善良,要有智慧,有敬畏之心, 常做善事的人,心总是清静。 信佛后,身上出现这三大征兆,恭喜你,走对路了。 一,持戒,敬畏因果。 佛陀当年涅槃之际,曾告诫弟子,修行要以法为依,以戒为师,依法不依人。 了解佛门的人,应该都知道,佛门里戒律万千,尤其是针对已经受过三坛大戒的出家人,戒律更是非常严格。 我们会觉得,戒律太多,束缚太多,人生就没有什么自由可言了,太恐怖。 其实并非如此,佛家的戒律不是教条,不是生硬的条条框框,而是一条条因果红线,防止人造恶业,自找苦吃。 世人不明因余果,因果何曾饶过谁? 真正的自由,不是肆意妄卫,而是自律基础上的自在。 内心不存恶念,德性无有亏欠,就是最大的解脱。 曾亦阿含经中说道,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,自尽其义,是诸佛教。 佛教的根本在于劝人向善,如何修福? 善良就是福。 菩萨未因,众生未果,菩萨知道因果,因而救苦救难多,凡夫愚痴,不信因果,故而颠倒轮回,苦海不休。 这世上根本没有怎么委屈,都是因果业报。 当一个人明白了因果,就不会有什么想不通的事,也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。 二,修心,安心不乱。 佛说一切法,未度一切心,若无一切心,何须一切法? 人生最大的福气,不是拥有多少物质的财富利益,而是每一刻都活得安心清净。 心清一切清,心乱一切乱,心若散乱,就是天天守在佛前,也是苦命人。 集心是佛,真正的修行,就是修心,即使身在红尘,灵魂也要披上袈裟。 学佛不是非要我们出嫁,而是我们的心得到解脱,心不蒙尘,心无挂碍,才是真正的智慧与慈悲。 所以,不要和自己较劲,放过自己。 心里痛苦,不是别人带来的,是自找的。 心里不放过自己,是没有智慧,心里不放过别人,是没有慈悲。 心经里有句话叫度一切苦恶,何以度苦。 自度,观一切法,无常无我,不执着,心就不会苦了。 硬观法戒性,一切为心造,静随心转,心转了,命就转了。 心清净了,菩提就显现了。 三,智慧,远离颠倒。 自归依法,当愿众生,深入经藏,智慧如海,信佛后,要认真修行,听经文法,觉悟人生。 人生得此人身不易,今生能闻佛法,更是难得,一定要珍惜这殊胜的福报,修佛那会,离苦得乐。 很喜欢开经济中的四句话,无上甚深微妙法,百千万劫难遭遇,我今见闻得受持,愿解如来真实意。 人生的烦恼是因为没有智慧,而佛法就是点亮人们智慧的明灯。 曾有人问师父,如何开智慧? 师父说,智慧本自具足,把心中的烦恼放下,清理心中的沉垢,心真清净了,智慧自然显现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